底層是現代人鍛鍊的一杯 尤其是有新的女人 有底層困了的比例是更高 所以很多人就是要問了 怎麼吃得到減少因為有新所三星的底層 意思是建議 較減、較刺激的東西減吃一點 澱粉類的甜的東西也吃比較少 怎麼不容易做成八道丁丁到便利的狀況喔 麻辣火鍋是很多人要吃 但是吃了火鍋之後 第二天腳趁都會痛痛 因為底層有又怕起來囉 什麼是底層 底層就是腳層裡面火降水太多所作成的 有來自也有多滴 會老火也會痛 大部分的人都沒什麼感覺 較多是便室時看到放了一片紅紅而已 在以前就有一句話 十八十五就九個有底層 尤其是有新的人底層的比例更高 因為你在從事醫療工作當初 你有發現過多少產婦會有致床的問題 大概是比例上大概是七成啦 其實這個問題在產婦身上真的是最常見的啦 而且它其實對它困擾真的很大 因為它整個懷孕過程當中 隨著這個寶寶越大的時候 它這個壓力越大的時候 其實痔瘡慢慢就浮現了 浮現之後其實它就 常會有一些便秘啊 或者是肛門會常癢痛啊 腫脹啊 甚至有時候嚴重會到出血的狀況 那其實這些有時候 其實我們科的話 大概只能給它一些藥物環節啊 真正有時候藥物環節的時候 可能有時候效果也沒有很好 最後還是都會轉介給直腸外科醫師 來做一個處理這樣子 那上次有碰那個產婦就真的很嚴重啊 它就真的是 整個痔瘡真的都已經腫到很大你知道嗎 然後連在待產的時候還是一直哀哀叫 後來那次也是有拜託直腸外科醫師 來幫他 一邊他還要塞那個痔瘡的藥膏 然後還趕快趕快催生 為什麼有新的人才會得到地症 醫書表示 有新的人因為肚子越來越大 早先腳趁附近的順緩比較壞 再加上有新的過程當中 黃體素相關 檢測長短的運動 做生病病的症狀 底層的症狀也會變嚴重 因為孕婦它本身隨著產期的增加 它的子宮會變大 子宮變大以後就會造成負壓的增加 負壓增加以後就會造成我們下肢 包含肛門部分血液循環變差 那久而久之以後肛門血液循環變差 就會造成痔瘡的這種組織 跟著也就是增大這樣子 所以它會隨著產期 它的痔瘡就會慢慢的加大 造成它的不適 會不會因為說它的認成期結束 而會有所改善 在一般來說 一般的婦女如果認成結束以後 或許它會有改善 但是因為痔瘡這個組織 它是增生性的東西 所以即使有改善 應該也會比在生產 就是懷孕之前要來的大 所以生產以後它的大小 應該都是會變比較大一點 醫生也表示 多吃青菜水果多喝水 多喝水就能減輕地痠發生率 但如果有地痠 一定要到便宜 讓醫生變高治療的方式 如果有新的人有便宜 也就是地痠的困擾 最好是容易去看醫生 譬如要生散的時候 空水也疼 地痠也疼 會很辛苦 孕婦在懷孕期間 她有症狀 痔瘡的症狀發生的話 我們會建議她第一個 就是要 攝食比較多的蔬菜水果 因為懷孕的期間 她的子宮變大 也會壓迫到直腸 而造成便秘 所以我們會建議她 多攝食蔬菜水果 膳食纖維 還有水分 然後接下來呢 姿勢的改變 譬如說常常可以利用左側躺 或平躺 可以增加下肢的血液循環 減少痔瘡的一個 浴肌 減少她增大的一個機會 那最重要的就是 還有就是溫水作浴 溫水作浴的話 其實就是 我們在痔瘡發作的期間 可以將您的屁股 耗在溫水裡面 大概5到10分鐘 那一天大概可以泡個30次左右 這樣子可以增進我們的痔瘡的血循環 降低擴躍肌的這個鬆緊度 讓我們痔瘡血循環變好 減少她預計的機會 那最重要的是就是 還是要來給醫師評估 不管是在哪裡 那避免就是感染 或者是其他的現象 發生的時候 你會誤以為是痔瘡 那醫生也可以同時開一些處方藥 給你做塗抹或使用 路上因為生理足跡 和路面變化的便秘 跟五辛生散重點的因素 都會做成百度壓力監管 增加到地層的機會 所以如果有這種痔瘡 大家一定要特別注意 千萬不要怕人知道 等後就治療的時期 新中華新聞北面林冠霖 彩虹伯德 苦痛 臭 licence 可戈 倒掉